昨天由于看到了特别好的货品 我们又临时在酒店给大家播了一场 现在呢主播已经回郑州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战场 这床上还躺了一个人 昨天睡得很晚 今天又起了这么早 现在睡着了 这个桌子上是我们pass掉的货品 然后一睁一眼 然后对面就是珠江 好美呀 我现在要把我们的房间简单的收拾一下 这个是我们昨天给大家选的货 这个桌子上堆的是一些资料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上链接就是在这个衣柜里 这个是人家酒店的衣柜 我们就在这里办公 哇塞窗外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OK我现在要去化个妆 然后等会坐这儿学习一会儿 你啥时候化完呀 咱俩出去转转吧 你飞行啊 刚好我有个试要跟你商量一下 啥试呀 就是我弟没考上高中 然后我爸说让我在郑州 给他找个绩效 那你还不赶紧找 再过两天都开学了 都没有学校上了呀 我已经找好了 我找了一个离咱家很近的学校 就那个学校比较合适 离咱家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那还挺近的 但是我爸特意给我发信息说 让我找一个就是离咱俩比较远的学校 为啥呀 爸怕我弟弟上学给咱俩添麻烦 没事呀 你一个当姐的 我一个当哥的照顾弟弟 没事的 算了 要不我还是过地打个电话吧 我连他学啥专业我都不知道 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考虑好赏啥学校没 我赶紧给你保命啊 那不都开始赏你呢哥们 我知道 我意思你考虑好学啥专业了没 学校什么规呀 青规 哦 不学有时了 不学有时 有时才能 有时需要都给你裁作了 那你给你身份证号发过来吧 我给你保命 哎 我们提前商量了 好多 然后最终还是决定 给我弟弟抱个亲鬼 喂你好 喂你好 哎我问一下 是那个郑州财经招生办的吗 对对 你是 我进学校是吧 对我想咱们学校 那小孩叫什么名字 抱过名没有 没有抱过名字 好啊 学生那个中导考试 大概考多少分啊 大概190多分吧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哦 那设置有点低 他想学啥专业的 有没有异象 他想学 就我们决定学轻轨 但是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吗 哦 男孩学轻轨可以啊 有车轨 有那个汽车维修 新能源汽车 工业机器人呢 那都可以 我们 想学城市轨道那个 我们直接在 我可能最近在外面出差 我们先就是 先把名字给报上吧 行行行 因为这录区马上结束了 他分也不是很高 后期学校可能不太收了 好的 谢谢 麻烦你了 拜拜 再见啊 by bwd6